继续我们转换一下焦点来看看美国总统川普 星期四将要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那么日本方面已经表示了会谈的主题将会集中在 即将举行的川金会 我们下面连线美国基因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 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日本官方对于今天即将要举行的美日首脑会 有什么样的期待 那么日本媒体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是的 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川普总统 他们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这次7号将在白宫举行的会谈 是他们之间的第七次美日首脑会谈 对于日本来说 这种首脑之间的良好关系 被看作是对于美日关系来说 应该是一个外交上的优势 不过最近几天 也就是过去一个星期 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出现的一些变化 令日本政府有些困惑 日本媒体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呼声 几天前 川普总统在会见朝鲜高官金英哲之后呢 表示他不想再使用对朝施加最大限度压力的这种说辞 另外还传出在会见当中没有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 随后川普总统在回答在美朝首脑会谈时是否讨论朝鲜的人权问题 回答的似乎也有些措辞含糊 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在朝鲜问题上一直坚持要对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 而这种压力呢 一直要持续到朝鲜在去核化实行了实际上的行动 才之内要对他实行最大限度的压力 那么川普总统提出不想使用最大限度一词之后 日本国内开始表示日美之间是不是在朝鲜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 出现了一些落差 另外在日本最关注的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 过去几次川普总统都承诺要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提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不过从最近几天川普总统对朝鲜的一些和缓态度来看 日本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或许要把去核化作为最优先的课题 那么有可能会忽视人权问题 他们开始担心美朝曾经期待美朝首脑会谈有可能推进的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会落空 不过安倍首相在他出发前往美国之前 对日本媒体表示他要与川普总统在这次首脑会谈上详细的讨论朝鲜的去核化问题 另外还有观测认为日本政府安倍首相将在这次会谈上再次请求川普总统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提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也就是如果不解决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日朝之间的关系以及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感谢观看